特斯拉的这个高压保险丝呢需要定期更换 你知道为什么吗 来你看啊 咱们这个特斯拉的高压保险丝呢 总共分四款 第一款叫做电池供电 这个非常好理解 就是高压保险丝的内部呢 有一个扭护电池来给它进行供电 那么扭护电池没电了之后 仪表就会提示你需要更换高压保险丝了 这种故障是非常多的 厂家已经把第一代产品更换成第二代了 第二代叫做自供电 它可以将动力电池包到高压电 来转变一下给它进行供电 那么这种哈就不需要更换了 如果我们把第一代产品更换成第二代产品的时候 需要更改一下网关的配置 如果不更改网关的配置 车辆是不认可的 还有一款高压保险丝呢 跟普通国产车它是一样的 陶瓷结构的 那么当车辆发生过载过流的时候 它是会熔断的 最新款的这个高压保险丝呢 又叫做烟火开关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哈 它呢也是串联在电池包的内部 当电池包发生一些过流过载的时候 它是会炸断的 那么当车辆或者电池包发生碰撞的时候 它也会炸断 它的工作原理也非常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下边 有两个供电的端子 给它一供电 里边的炸点就会爆炸 一爆炸 直接就把这个铁的东西直接给炸断 那么在这边还有一个结构哈 已经炸没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特斯拉的四款高压保险丝 想学习更多特斯拉维尤知识 可以持续关注我 谢谢大家